好,那刚刚讲到机器翻译 对了,刚刚讲 稍微讲了一下应用 那我后来又想到 其实现在的那个录音笔 也是做机器翻译的一个很好装置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弄一支录音笔 然后把机器翻译的东西内容放上去 那你就可以放进去之后呢 做语音辨识 然后呢,把它翻成文字 然后还有中音对照 这样通通都一次解决 但你也不一定要这样 你可以在录音笔插入电脑的时候 再去做翻译也行 再去做辨识和翻译也行 那有很多很多各样的装置 可能会需要这个技术 好,那所以像Google和微软 都有不小的一组人在做机器翻译 苹果不知道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 那机器翻译的做法 现在第一个是规则式的 第二个是统计式的 那还有第三种是范例导向式的 那这些方法呢 有好处 但是也都有问题 好,规则式的翻译 我们先来看一下规则式的 那规则式的翻译 其实我们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 已经讲到怎么样用生成语法 来生成一个句子 那在大概第几章 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反过来看怎么样用生成语法 来剖析一个句子 就是把句子转换成语法术 那这种其实就已经是在做规则比对了 而且是用生成语法的规则在做比对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翻译呢 就是把他剖析完的那个语法术 把它每一个字都翻过去 翻完之后呢 调整语法层输出格式的语法术 然后再把整个语句输出 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翻译 但是目前其实很多问题 比如说剖析 没办法完全剖析 那语法的 语法的能够掌握语言的那个百分比 其实是不是很高的 很多语句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很明确的语法 把它百分之一百写得很好 那另外是 如果要这样写的话 可能语法就会非常非常多 简直就是为为每一句打造语法 这样也不行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但是对于简单的情况 其实用规则式的 建语法术的方式是可以的 那简单的情况像这边几条语法 就可以做得很不错 像这一条语法 这个中文英文都适用 s等于npvp 就是句子等于名词片语加动词片语 那名词片语又等于定词 再加上形容词、名词、负词、子句 那负词、子句或者是介细词片语 那pp就等于p加np 就是负词加名词片语 应该叫负词、子句才对 这边写介细词片语 怪怪的 那vp呢 就等于v加np再加pp 那pp是信号 所以它可以好多个 那所以那个动词就等于 动词、子句就是动词加名词片语 再加上负词、子句 那动词在英文的上面是这个结构 但是在中文的结构不一样 中文的结构呢 动词后面通常会加pp 再加的 然后再加np 所以这就是语法上面 中文和英文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当你想把它做中翻译的时候呢 你英文输入是这样比对 比对完之后要调整成这个结构 才可以输出 否则的话会发现 你是用外国人的语法在讲中文 那就会很奇怪 这边脱掉了 所以这边看一个例子 I like the girl in red dressing 那就是我喜欢这个女孩穿着红色的衣服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会觉得很怪 因为中文不是这种语法 那应该是我喜欢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 这样可能会比较对 那如果你今天讲 我喜欢这个女孩穿着红色的衣服 你到底是喜欢那个衣服还是喜欢那个人 就会觉得很奇怪 好所以不论语句的剖析数是不是能完整建立 其实你透过语法规则 那通常你可以做到一个部分的剖析 然后比对成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加减分 那最后你可以给一些权重 那再做最佳化的部分 那以规则的方式而言的话 那以规则的方式而言的话 你要给权重就不是很容易 因为没有固定的统计资料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统计式的方法搭配规则式的 那就会比较容易得到一些权重说 怎么样翻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剖析的动作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假设你是要应翻中 那你就先把英文的剖析好 剖析完了之后呢 再调整成中文的结构 然后每一个字也调整成中文 然后再输出 这样就可以得到机器翻译的结果 比如说中文上面的对应是 VP等于VPP的NP 那这时候呢 那本来是NPPP 就是这个女孩穿着红色的衣服 就会被转换成PP的NP 就是穿着红色的衣服的这个女孩 那这里就会有一点多的 因为中文里面其实不喜欢太多的 这一点我最近在写书上面就很明显的 当你开始练习写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一直用的 那你的文章就很难读 就会觉得你根本不会写文章 一句话里面 你能够尽可能的少用的 那你的句子就会很通顺 比如说我喜欢 我喜欢穿着红色的衣服的这个女孩 这里有两个的 一句话里面最好不要有两个的 最多只能有一个的 所以我喜欢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 就可以 甚至连这个也有点累赘 或者是我喜欢那个或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 可能不能放在后面 那像这样子就是他的语句 中文会倾向于你越不要太累赘 那些罪词呢 要尽量的让他用一种讲法 让那些罪词不见 那你那种讲法就会比较好 那这种在机器翻译上面 通常目前还考虑不到这样 因为机器翻译还没那么强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做翻译系统 这一点最后是要考虑的 否则的话 你做出来翻译系统也是不能看 好 那 所以最后 我喜欢穿着红色衣服的这个女孩 这样可能好一点 我喜欢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 就更好一点 所以采用规则比对的方式 那最后你通常还是得要做个权重 然后得看看说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那这种 我记得我之前在中文院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那一个实验室 他们就很喜欢用规则的方式去做这个 而且他做规则的方式呢 是怎么做的 就是找一堆人 一年平均哦 从头到尾都有聘 大概三个到五个专职的人 一直在写规则 所以他们写下来就是 几年下来可能就写了几万条规则 那他用那些规则来做什么呢 用那些规则当词词用来做自然输入法 因为自然输入法做的还不错 就是就像你现在用的那个 我们现在的这种输入法 他会他会你打两个字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词 他会自动显示那个词 那不需要挑字 OK 那自然输入法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在 即使在像这种音转字的问题上面 是可以用的 但是事实上后来你会发现说 其实一定要那么多规则吗 如果改用统计式的能不能做得到 发现其实也用统计式的也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到 你现在网路上面资料那么多的情况 你只要对那些资料进行统计 你就可以找出二字词 三字词 或者是用我们上次那个方法 左自由度右自由度的方法 你就可以找出一堆统计上面有明显意义的词 只要比对到那个词就是那个 变成那个国字 OK 那这样子就不需要用一大堆规则 但是统计式的会有个问题 以现在即使网路上这么大量的语料而言 你做统计的结果 你可以做到二字词三字词 甚至连续的N字词 但是问题是 你要做跨段落 就是跨好几个字 然后短语跟短语 之间的语法关联的那种东西 用统计的目前真的还很难统计的很好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演算法 我都没有跟各位讲 所以各位即使上完这门课 其实你看到的我们这门课比较偏向于基础 真正现在比较进阶的演算法 比如说以统计式的方法 有一个叫做inside outside algorithm 内外演算法 内外演算法是一种统计演算法 它自动帮你学习出一组语言的规则 这个演算法是在自然语言里面非常重要的演算法 但是呢 它学的方法当然也很慢 就是它要做的东西很多 那另外是当然也没有办法学得很好 这也是瓶颈 目前的瓶颈 但是有这样的演算法 看起来非常神奇 你把语言给它 它就帮你学出它的语法 很神奇的东西 那这种像inside outside algorithm 它有一个困扰 它首先要有一组语料 而且呢 这组语料呢 要先做好 它到底是什么瓷性的标记 也就是说 它不是只要一篇文章输入就可以 它有一个语法术的术困 语法术的术库输入 那问题是 人要建立语法术的术库 要多久 很困难 你要用手工去建立语法术的术库 很多语法术的术库就只有一万句 为什么你光是建这一万句 你得找一个人专门去做一年的工作 你才有办法建立这一万句 那这个功夫就太大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inside outside algorithm 现在其实还一直很难用的原因 这个我们在这一门课里面就没有办法讲 因为 因为 那背后有一大堆 数学 引马可复列模型 这种 很奇特的 统计上面的东西 演算法 那个已经到计算统计学上面去了 但是 这个是现在 这一门领域的前沿 那如果你今天去台大 或去清大 去交大 你就会发现 他们很多学生是在学这种东西 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 一个科系 可能有40个到50个老师 OK 所以 所以 他们每个老师都教的是一个很细的部分 那很细的部分 所以最后你又看到 专教自然语言的老师 他 所有的课都是自然语言 他通常只有三门课 OK 一学期上三门课 或两门课 那 一门课呢 可能就是自然语言 另外一门课就机器翻译 就没了 他一学期就上这两门课 OK 那不然就是自然语言 然后呢 机器翻译 然后再加上统计 统计式翻译 统计式语言学 之类的像这种东西 那就没了 你会发现他们 他们是越 越 大规模的学校 他老师越多 他分科就分得越细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 就是这种工业社会或 技术导向社会的本质 这一点你从你去医院看病就知道 你去金门属丽医院看 你会看到什么 有骨科啦 牙科啦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前还没有牙科 然后呢 有内科外科 然后妇产科 大概就这样 属丽医院 你大概看到的科 像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去台北 龙肿或台大去看 你会看到 有什么样的科 有肾脏科 肠胃科 然后呢 风湿科 免疫科 脑神经科 你会发现他的科 多得不得了 大概 像龙肿或台大 起码有100多个科吧 在属丽 金门属丽的话 不到10个科 这就是像我们学校 跟台新教之类的差别 其实也就在 主要在这里 那因为他们分科分得很细 但当他们分这么细的时候 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就是 每一个老师可以很专门的去研究一个领域就好了 那每一个学生呢 就去接受最专门最新的知识 但是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 每一个老师都不知道另外的领域到底是什么 反正他专门就是专注在这里了 那学生呢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去上课的时候往往就会 一进去 哇 老师就讲那个非常深的东西 然后呢 通通都听不懂 基础的都没有 那但是他们的好处是他们的学生很用功 所以 所以他可以赶得上 那我们这边呢 虽然也有 但是 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 我们如果讲那么深大概也没人懂 但是我们讲的浅了呢 好像也还是没人懂 这是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OK 所以 如果各位有同学要去念研究所的 好像也不算是很大学校了 所以应该不会分科像那么习 如果你出国去 去比如说 史丹佛啊 或者是那个 很大规模的学校 那就可以 看到他们分的比台大还要更细 对 更细 很多 那 像 像韩国他就是用 大型大学 为导向 所以 他的大学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多 但是 他几乎大学都集中在首尔 都集中在首尔 那 首尔的大学就非常大 那个 那个规模可能是 同样台大的 的几十倍 那大陆的大学也很多都很大 北大清华那个都很大 那所以 他们的 做法当然也就不一样 像 像 像 前几天就有建筑系的老师才 营建系的老师啊 才在说 他们去参观光是那个福州大学 然后 福州大学照理讲 不算是非常一流的大学 就是不属于那个台湾承认的 41所大学 重点大学 之内 但是呢 他们所拥有的设备 就非常先进 这 这一点倒是 我们都都没有去 所以都不知道 那 他们的设备可以从那个 像食品的 他们来讲 食品的部分 它可以整个加工厂盖在学校里面 然后从第一道制程到最后一道制程都有 我们不可能这样玩 那 那 这也是 可能我们 我们 我们会有一些危机的地方 因为 如果你 这样子做的话 OK 你的大学跟那个 业界的结合就很 很深入 那 但是如果 就是 就是 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 太过跟业界绑在一起 当然也会有它的缺点 但是 目前看起来其实是 优点 那 前一阵子我记得那个 荣华 荣华 他提出了一个 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学制 他 他出来广告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现在要推订单式学程 什么叫订单式学程 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荣华哥 他说 他要推订单式学程 那他为谁做订单呢 宏达店 我就为宏达店做订单式学程 那 我整个科系就是为了宏达店 为了让这些科系的学生出去宏达店工作 然后呢 所以他就 就直接引进宏达店 捐献的设备 然后呢 请宏达店派老师 然后他们的老师也是一起去宏达店学 然后上课就是上 就是针对设定说 哦 这些学生之后要去做这个工作 做那个工作 就这样子上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极端的方式 就是我已经把你未来规划好了 那 我就这 因为他们会推出这样的学程的原因 就是因为 因为他觉得 学出来的东西用不到 禅学脱节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要推订单式学程 就是让禅学完全结合 百分之一百 没有空隙的结合 好 那这样会不会好 也不一定好 但是或许是一个方法 好 那 哦 插开话题 好 回到自来语言上来 好 那所以呢 翻译规则是翻译是OK 但是权重很难定 而且最后到底 那个翻译句子结构是可以调整 但是 但是还是需要 统计上面的一些辅助 通常才会更好 那 所以呢 如果你硬性的 用人为的方式给权重 其实就不是很客观 所以统计的方式可以帮助你给权重 这一点是统计上面比较好的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主题就是统计式的机器翻译 统计式的机器翻译怎么做 那统计式的翻译通常你没办法一次就完成 因为它有好多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就是通常要解其意 如果统计上面到底一个字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会有问题 那 那 那 比如说 free好了 free在英文上面有很多个意义 free是 自由的 免费的 未被占据的 有空闲时间的 松开的 慷慨的 优美的 胖式的 到底它是哪一个意义 你可能在那一句话上面你要先标一下 你没有标的话那就是都是或都不是 那到底应该加给谁 OK 都加或都不加 类似这样 那这样有时候就 就到时候要选词的时候就选不出来 那 有时候还有副词和动词的用途 free 那这些都是形容词的用途而已 那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句子说no free lunch 到底是没有自由的午餐 还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还是没有未被占据的午餐 OK 那我们知道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电脑不知道 那如果你说OK 这个是免费 因为免费最常用 那 那 接下来要说 open source software is free 那 这时候到底是指什么 open source software is free 其实也是免费的 对 最后那个free是免费 但是 也有自由的 比如说 fre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our life 那这时候 这free是自由的 OK 那就有很多这种 你 你一个free的字在不同的句子里面 其实是不一样意义的 OK 那再来就 一旦你字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 剖析的时候 那 剖析的时候 语法 剖析 我们往往 会有个 剖析的问题 就是 你把它转成 反正成语法术 那你要先有语法 还要有字典 然后 语法根据字典里面的那个 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 还是什么 再来凑语法术 OK 但是这往往 只能凑到 一部分 那再来 语法 即使你见了语法术 语法术结构 可能会有转换 转换 就是说 I don't like the woman in red 那我不喜欢 这个 女人在红色 这样翻译的话就很怪 对 I don't like the woman in red 它应该是说 我不喜欢那个 穿红衣服的女人 好 那这里 我怎么样从 I don't like the woman in red in red就是 再红色啊 没错啊 所以翻成再红色是 直翻 但是呢 事实上它是指 woman in red 是指女人穿着红色衣服 这个很难 因为in red 那女人穿着 女人 woman in red 是女人穿着红色衣服 那 the computer in red 红色颜色的电脑 或者是 the car in red 红 红色颜色的车子 OK 所以你能看到那个翻译其实是跟衣服 它根本就没有讲到衣服 但是我翻的时候应该要讲衣服 那这怎么办 好 接下来是目标语句的合成问题 一旦你结构还可以转换 那你目标语句要怎么合成 那我已经转到正确的结构了 我怎么样子让它平坦化变成一个句子 因为你现在是一棵树 如果你可以已经 已经把英文的东西建成英文树 再转成中文树了 转成中文树之后 你要把这个树输出成一个句子 那怎么输出 这大概是最后一大步骤 那所以在这里呢 既然用了统计式的翻译 其实就必须要把这些问题通通都考虑 好 有时候它只考虑其中一个 然后分步做 但最后其实最好是全部一起考虑 那 这里 机器翻译的领域现在有一种 算是这几年蛮受注目的一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 就是透过语料的方式去学习 翻译的方式 那透过语料的方式翻译 叫统计式翻译 统计式翻译呢 它其中必须要有双语语料库 双语语料库 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建构的问题 因为 因为通常双语料库的规模很小 可能只有三千句 那三千句其实 其实统计出来 大部分的字都不会出现 你要想想看 一个中文的字大概就有五千字 你在五千字里面 要在三千句的句子里面 每个字都出现 那每个字大概只能出现一两次 所以很困难 因为中文你除了扣掉那些 非常常出现的字 得啊 乐啊 是啊 那些 你全部扣掉之后 一个句子剩下没几个字了 那如果又要统计上面 要掌握的话 那你可能要一个维基百科的字数 你去做双语语料库才会做得好 所以为什么刚刚说 维基百科的那个句子 把它对照起来 词汇对照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也有人做 我印象中也有看过人家这样做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 学术界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 特别是资讯领域的学术界 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就是 你一旦做出你的方法之后 你要把程式码也一并释出 把你的资料语料也一并释出 没有形成这个文化 最后呢就是 你说你的很好 你也实验了说 你有最后用表格之类的话图 证明你得很好 问题是 我看到你的论文 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 我没有办法重复 你所重复的 你所做过的那些实验 但是现代科学 能够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可重复性 研究要做成可重复的 这样子科学才会进步 好 举个例子好了 你做得出复制扬 但是 其他的人 所有的人都做不出复制扬 那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你造假 或者是 你有些步骤没交代 如果你造假 那 学术诚信有问题 大家都做不出来 大家就要去质疑你说 好 大家就要去质疑你说 你的方法是不是不对 没有完全揭露 或者是什么 那如果说 今天是 是 你有些东西没讲 OK 那人家就觉得 这不是一篇够好的论文 因为我重复不出来 那或者是 你的实验有误差 或者是 在电脑领域上面 做研究 最常犯的一个问题是 你过度修改 你的程式 这一点 各位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吗 郑玉玲可以 了解我在说什么 过度修改 你的程式 导致说 你的论文 实验 有问题 可以了解我 为什么要说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人都在做研究 然后说 OK 我这个方法 在这个测试上面很好 问题是 你是怎么做的 很多研究生 或者是 也有很多专门的研究者 他会犯这种错误 就是 OK 我现在有一个测试资料 测试资料库 然后呢 我就 那老师怎么做呢 老师就说 好 那现在有这么多研究生 某甲 你就去做这个测试资料库 你用这个方法去 去处理这个资料 然后测试看看结果 好不好 然后这个某甲呢 就去写了一个程式 然后 把这个方法实做出来 然后去 放在这个测试资料库上面 去做 好 那接下来呢 那个某甲就测试之后 发现 诶 第一次程式跑 有问题 那就改改改改 第二次程式跑 诶 好像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结果不好 结果不好 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 再改程式 再测试 再测试 好一点 还没有很好 再改程式 再测试 哇 不错了 现在已经不错了 然后呢 就回去 告诉他的老师 或他的老板说 老师我做出来的 这个 这个效果不错 然后呢 老师觉得 啊 效果不错 他就发表 这里犯了什么问题 这里犯了一个过度偶合的问题 为什么过度偶合 你今天那个测试资料 从头到尾 你就是为了那个测试资料改 那这个学生还去 通常还会去看看 诶 这一句话 他没有做好 所以我再改一改程式 他做好了 那你不是量身打造吗 那你在量身打造的过程 当中 你现在对这个测试资料好了 不代表说 你对其他的东西也会好 所以这就犯了一些 实验上的偏见 你把主观加进去 你把量身定做加进去了 会好没错 但是是怎么好的 所以一般来讲 你要怎么做 即使你这样做 都已经没办法 没办法很客观 就是一开始把资料分成两堆 第一堆呢 OK 我拿来做训练 第二堆我从来不看 然后呢 我在训练这边好了之后呢 我拿去做那个 从来不看的那个辨课测试 就有实验主和对照主 但是这里还是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资料 你就这样分成两堆 那这个实验主跟对照主的性质 会不会太相近 比如说你把维基百科里面的文章 拿出来分成两堆 维基百科是一个算蛮大的 各式各样的人写的 所以或许 比较不容易偏 但是还是有可能啊 因为 因为会写 维基百科的人 可能他有固定的手法 固定的用语 固定的写法 OK 那这就容易偏 还是会偏的 那 在科学上面就 就你会发现说 那种很容易进步的科学是哪一种 不容易进步的科学是哪一种 你会发现 很容易进步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 为什么 因为自然科学跟人无关 跟人无关的那种东西 可以客观的检验 所以比较容易进步 那不容易进步的 社会科学 跟人有关 经济学 上面有一个 消遣经济学家的话 会这样讲说 十个经济学家 看同一个问题 会有十一种看法 那 当十个经济学家 有十一种看法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对呢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有办法验证 经济学的东西没有办法验证 所以 这十一种看法最后就是人云亦云 那不然就是你坚持自己的想法 最后也没有什么验证的手段 所以经济学就没办法进步 很难 心理学之类的也同样的 所以到后来很多社会科学 他都企图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人当成一个黑盒子 然后呢 不要去被主观的影响 然后我就把人当成一个黑盒子 我给他什么输入 我就看他的输出 那 这种方式 到后来也会发现说 他比较科学一点 但是 但是 他还是有很多盲点 因为你把人当成一个黑盒子 就会有很多盲点 所以像心理学上就有一些 实验 我记得那 比如说 你要怎么教一只鸽子打乒乓球 之类的那种实验 然后那种 就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学派出现 那但是这样 事实上 事实上你很难脱离 心理学就是研究一个 不客观的东西 跟人绑在一起的东西 那为什么讲这个 各位如果 当了研究生 你就会发现 电脑领域就 也会有 很大的这种问题 而且你摆脱不掉 特别是自然语言 就是这样 自然语言一直是一个 跟人有关的 什么样的翻译 叫好的翻译 你给三个人看 有四种不同的意思 四种不同的见解 那 这时候 你到底翻译出来的品质 是好还是不好 完全没办法比较 那怎么办 所以自然语言 也很不容易进步 就在这里 它有跟类似心理学 一样的特性 很不容易检验 很不容易检验 所以 如果你有办法 找出一个很好的检验方式 那不得了 你应该可以 可以发表非常好的论文 而且 你可能可以得图灵奖 那甚至呢 扩充到别的领域 还可以得诺贝尔奖 不一定 那这种真的很困难 把问题拉回来 所以 现在 如果你用统计式的方式 去做翻译 那你可以 可以说 OK 我这样统计 那样统计 但是你翻译出来的结果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是很难 说 到底这个翻译结果 好还是不好 那你说Google翻译 比另外一个翻译好 怎么评量 Google翻译 比我写的翻译好 怎么评量 很难 很难评量 即使是这样 那 连Google跟你都没办法比较了 那其他人做的方法 跟你怎么比较 没办法比较 很难 好 所以后来他们也有人做那个 就是 像检索啊 的比赛啊 他就给你 他就不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有那个 这个 这句 这个句子应该检索到哪些文章 他已经都标好了 用什么标 用人工标 标好了 然后呢 你去比赛的时候 他就给你 给你一些 一些检索的例句 然后呢 你检索出来 如果漏掉一个文件 就扣一分 找到一个文件 就加一分 这样子 那这样子去 比的结果 当然就会有 某些比较好 某些比较差 但是最后取决于什么 最后取决于 你 你检索的结果 跟那个人 标的 一不一样 所以还是不客观 最后还是在 在那个人上面 只是你不认识他而已 OK 好 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 就是客观性的问题 真的很严重 那 双语语料库是一个 比较好 品质已经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 因为 他真的 真的要把句子对应起来 已经不容易了 那再把词汇对应起来 那更不容易 那最后 如果你要把两个束裤 做成平行语料库 平行束裤的话 那就更难 人要做的工作就更多 所以这个统计 语言学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不是说网路上面 的资料出来 就够了 还会有很多问题 那这里就会有 像 双语文章 怎么样子建构出来 我怎么知道 这一篇是这篇的翻译 你有没有办法写一个程式说 这篇如果是这篇的翻译 他会回答yes 然后呢 如果这篇不是他的翻译 就回答no 或者是传回true或false 就可以 有没有办法写一个这样的程式 如果有的话 这个绝对也可以出一篇 很好的论文 那再来 文章的程式 你能不能这样回答 句子的程式 你又能不能这样回答 我给你一句中文 和一句英文 你有没有办法回答 这句中文 是不是这句英文的翻译 你有没有办法写一个程式 决定 true或false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演算法 或问题 那词汇 你句子都对好了 那句子和句子之间 哪一个词是对到哪一个词 你有办法决定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方法应该也不错 那事实上 这几个问题 在最近统计员学 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很多人 做这样的问题 而且白坐不腻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 可以完全解决的 都可以说 做的还OK 就好 但是最后还是没法比较 很困难 好 那所以呢 做完 即使你可以做到 这些语料都做完了 接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 你 最后的机器翻译 即使是要把一个语言的文章 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文章 OK 那这边就有来源语言 和目标语言 来源是source 所以我们通常写成s 那目标语言是target 所以我们通常写成t 那也就是说我要把s 比如说来源语言是英文 把它翻译成目标语言 目标语言是中文 所以s就是英文 t就是中文 好 那当我想这样翻的时候呢 那你就 就 可以 如果你可以用数学 把这个 这个东西写出来 那能够用数学写出来 其实 对 做电脑的人而言 其实 你能够把它用数学写出来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 当你写成数学之后 这代表 目标 已经完全确定 你能够把目标完全确定 接下来就是 你的方法 能不能达到那个目标 你有很多最佳化的方法可以用 很多优化的方法可以用 OK 好 所以呢 在统计翻译上面呢 在大概1990年 IBM IBM 有个人 他 他 写了一篇论文 那那篇论文 很长 应该有 100多页 很少论文100多页 一般论文通常都10页 就差不多 100多页 很长 连续 五个方法 OK 那五个方法是不同层次的 OK 那所以 这五个方法提出来之后呢 那时候还没有很红 但是一直到2000年之后呢 突然之间大家都一直去引用那个 那篇论文 因为 因为2000年之后 语料大爆炸 所以大家突然发现那个方法 这样子 在统计语言学里面是关键 所以就很多人开始回去实作那样的方法 再改良 那这个方法的方式就像这样 他去选找一个翻译 选找一个 这个是target是目标语言 source是来源语言 也就是说 他找什么呢 以词汇的关系而言 他会找 来源语言 就来源词汇 跟目标词汇之间的 对应关系的分数 但是 这个分数通常是用几率的写法 让那个几率最大 他再找一组 几率 最可能的几率 什么最可能的几率 来源语言被翻译成目标语言的最可能几率 来源词汇被翻译成目标词汇的最可能几率 那 在所有的这种配对当中 他可以用优化的方式去找一些很好的解答 当他找到了 代表 他就学会了 这种配对的关系 那 一旦他学会了这样子 就可以用这种配对来进行翻译 你就会发现 他翻得还不错 这是一种利用统计手法 在做翻译的方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看你 我看你 明不错 那个 你是 看你 我